嗨 大家好 這個是這一系列第三個影片 那一樣是打BOSS 一樣是打這個副本 活動副本的BOSS 那卷軸我已經買了 那這個影片主要是來驗證一下 就是我們原本說的嘛 就是你在進去打副本之前 你要先補給水 然後先放好狀態 然後進去之後呢 再來開始敲王 那因為職業是法師喔 所以我們待會給他弄個地裂好了 除了敲小怪之外 我們弄個地裂好了 那這個的話 角色等級只有62 然後防禦-80 跟我平常在測試的職業 就是原本是用黑妖嘛 這個等級是差蠻多 那目前來說 其實我沒有補給 所以我來補給一下 該買的要買 該買的要買 然後 因為等級比較不夠 防禦也比較不夠 所以我這一隻的話 就準備洪水 準備那個沉水 我就拉個 100坪好了 一定用不完 好 待會就 待會就把它放在這邊用 好 那 其實應該不用啦 應該法師的話 用高字敲會死 好 那 因為職業的等級 職業的能力有差 然後等級也有差 所以在打不同的 就是在打這個boss的時候 一定會有差 好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這樣子能不能幹掉 阿樂尼亞 好 那我現在拿的是 給大家看一下 加6的這個抵杖 就這樣 加6抵杖 可以換嗎 換一下 呃 天使的話 就變成是 可以加防禦 沒關係 我們就這樣下吧 好 就是 防禦-80就進去打 來 Let's go 好 那這樣一樣是先小怪 反正我也被 暴住了 小怪先敲 的確是會大耗血 這個的確會有大耗血的狀況 好 那如果是不喝沉水的話呢 這樣打起來會比較吃力一點 還是可以打 打起來會比較吃力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打boss 但是 因為被他綁住啦 所以我們 用第一顏來靠胖 HP 我先把他綁住 他就這樣 然後他就這樣 然後他就這樣 法師有法師的打法 然後近戰有近戰的打法 就是各職業用自己的 那個特性去打 現在 血不夠了 拉一點這個HP回來 我不確定說用哪一個魔法打會比較痛 只是說現在這個剛好有一個地獵可以用我打 那我就用地獵去打 那應該也差不多要第二波這個小怪出現的話 那現在打小怪的時候我們就只要護血就好 把小怪的時候把血固起來 把MP都拿給打這個BOSS 好,又剩下阿倫尼亞了 好像是第一列,我們炸他 卡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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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否認喔 就是不同的裝備在打這個怪的時候會有一些差距 就是不可否認 但是基本上應該還是可以啦 然後他已經講話了 我覺得是可以啦 然後魔法沒了 炸光了 好,那現在回這個血的話呢 卡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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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一樣幹掉 一樣幹掉 花的時間 呃,將近兩回 我剛才還有一隻小怪 哎,沒看到 很注意的在看那個大怪 小怪不強啊 大家這樣看一下 所以 一樣是可以打死的 好,花了大概快一半的時間 好,所以 這個證實的是 等級不高的情況下 好,甚至是法師喔 這個是立法 甚至是法師的基底 都可以這樣子 把 把這個 怪物 把這個BOSE幹掉 我相信對大家來說 也不是一件難事啦 好,那這個影片就 錄製到這邊 如果說還有其他的問題的話呢 我們 之後再錄影片 好,就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好,那我現在可以測試的職業 只有 槍手 然後 黑妖 軟鬥士 跟這隻法師 好,就這四個職業 那 騎士的話我相信不是問題啦 騎士這麼 這麼撐齁 而且防禦還很好撐 攻擊力也強的狀況下 騎士一定不是問題啦 主要 比較軟的會是法師啊 那因為 呃,這隻法師沒有聖戒可以套 所以打起來會比較難一點 那相信 我這個 呃,機體 跟這個等級都可以打死 對大家 一定不是問題 好,你只要記得 先打小怪 然後再輕BOSS 這樣就可以了 那 能力不夠的 記得去買水 好,我帶一百罐沉水出來 幸好我帶一百罐 現在剩四十二罐用過半 好,那這個 提供給大家來 參考 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呢 記得 要按讚加訂閱 我會不定期的 開直播 那如果有什麼需要 講解 或者是 講一些韓版的最新資訊的影片呢 我都會 在 YouTube上面 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記得按讚 訂閱 加鈴鐺 好,感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